刚开始也是家人会鼓励你啊 但是看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就开始给你意见 你不行啊 你没有经验啊 你都不是做这个F&B这一行的 你是做不到的 我的名字叫许美美 我今年49岁 我只有初中三的程度 所以初中三我没有考到 不能考到F&B的时候我就出来工作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不能读书 你就是要出来做工 我就有尝试不同的行业来做 到最后我的姐姐介绍我 去了一间音乐学院那边做书记 所以也得到老板的掌赏 我就在那边一边学一边做的情况之下 做了一位音乐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一间金星宴的存在呢 那个时候丈夫就跟其他的股东 买了这一间在位移旧街场的店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地点很好 而且我们都是做厌墨的 那个时候我就鼓励我的丈夫 往这一方面去发展 从事这个厌墨行业 我们这个是厌墨的加费馆 所以我们的特点一定是来自于厌墨 我们做了不一样的厌墨的食物 比如讲厌墨加费 厌墨养殖精露 厌墨蛋糕 这些都是很特色的 这个是我们的优点 厌墨是根据它的形状大小 如果是比较碎咽的 一碎碎小小的 那个就比较便宜 比较轻毛的 没有毛的 它比较原装的 那个是比较贵的 我觉得现在的餐饮食不简单 它已经是提升了是一个艺术的餐饮食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 不吃淡淡 只是淹没水 刚开始也是家人会鼓励你啊 但是看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他们就开始给你意见 你不行啊 你没有经验啊 你都不是做F&B这一行的 你是做不到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人走啊 很伤心 因为那时候我鼓励丈夫开这个店 就是一直是用我的薪水来维持 那么也有时好生意 有时不好生意这样子 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想 有钱就是找经理去做就好啦 自己都不用去管啦 所以那个生意就不是这么好咯 所以我从中我学习到 一定你要去了解去学习 因为我根本对F&B一点都不懂 我觉得行行出状元啊 最重要就是你可以独立的去处理事情 你可以去面对处理事情 当然你做你喜欢的东西是一种热气 但是你不是做你喜欢的也是一个责任啊 我觉得我们做人一定要有一个责任感 我的定义是 教好我身边的人给他们知识 我很感谢有一半的团队跟着我 那么这个是我的责任 要怎样去把好的观念传达给他们 把好的观念传达给我的孩子 就算有一天我没有在的时候 他们也会很独立的去处理事情 也很明白人生应该是 不是只是单单追求那个荣华富贵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了目标 目标是不要转 用方法去转 有时我们有了目标 是因为我们的方法是不通 我觉得我们有真正的去思维 想想方法 我看一定会想到很好的方案 是日常的 甚 market 区桥 快音把